嗨,大家早安 Good morning guys 歡迎來到慕容的世界 Roundly Planet 今天呢 我們來到九份金瓜石一帶 要來爬山啦 要爬的就是這個 茶壺山 好,那這個就是俗稱 烏爾茶壺山 就在前面 給大家看一下 雖然從這個角度看 它實在是沒有很像茶壺 那我們今天要走的不是這個步道 因為這個步道走一下就上去了 我們要走的是這個產業道路 好,就在前面 金瓜石在這邊 基隆山這一座 這裡就是陰陽海 阿鮪 就像以前出來的一樣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這邊有個完美點 靜止進入 其實感覺是怕危險 因為說什麼 地質狀況亦風化崩壞 岩石裂縫跟採礦的通 通氣塑緊比較危險 所以有一個靜止進入牌 好給大家看一下 不過就是可能 可能大家都很想進去看看 所以上面還是蠻多人的 那現在就是已經要走回程 在這個涼亭我們可以看到 這個方向這裡是黃金博物館 然後那邊有金瓜石神社 等一下如果有空的話 我們可以去那邊看看 嗨 嗨 隊長這個茶壺山 爬這個山有沒有什麼特別的 要跟大家介紹一下 這個的話 我是比較建議那個走產業道路 因為產業道路的話 會欣賞到那個海景山景 每個角度欣賞陰陽海的角度都不一樣 會比較漂亮 如果上階梯會比較快 對 如果你想運動一下的話 是走產業道路會比較好 真的 因為像我們走是走產業道路 下來就走這個階梯 階梯真的很快 下來大概 好快 好快 十十五分鐘 大概半小時至十五分鐘 從山頂到這裡 真的很快 就感覺下來有點 就這樣就下來這個 這個廟叫什麼 那個圈祭塔 建議是去城走產業道路 回城走階梯 啊但下階梯要慢一點 不要下太快 太快容易傷膝蓋 建議大家爬山的時候 早點來爬 因為像我們剛剛看到有些人 現在才上去就比較可惜 對他們可能就遇到魚了 掰掰 這個烏爾茶湖山其實 它真的要爬很快 那它可以從不同的角度看陰陽海 感覺還蠻美的 推薦大家來看 我們就錄到這裡 如果各位朋友 你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請繼續支持 請訂閱 按讚 關注 慕容的世界 我們下次見啦 掰掰 慕容你好 你好 來這邊訪問一下 其實 以這個 備份 我應該要叫阿姨的 但是因為 爬山爬到變年輕了 所以我就叫姊姊 姊姊好 弟弟好 好陽光的男孩喔 謝謝 爬山真的會幫人家變年輕 有沒有 爬山使我變得年輕 對 大家可以來多爬山 金華里發展協會的 會長 沒有 不是 好 沒關係 就是很默默付出 很偉大的 這個大哥 不敢講 這總價是多少 各時百千萬 十萬百萬千萬億 三億多元的情尊 這總價是多少